老师下一点讲什么呀 我要讲第442个考点 我想去骑车兜风 我出去骑车 骑车车子呗 溜达溜达 我想去骑车兜风 让同学们想想 骑车兜风怎么说呢 爱同学们 谁会 骑车兜风怎么说 爱同学们 才能告诉老师 骑车兜风怎么说 go back riding go back riding 重点四柱 go 话妈接度影 go back riding 骑车兜风 骑自行车出去溜达一圈 这不是骑车兜风吗 我想去骑车兜风 逐语 未语 见到望他 想到to do go where my day doing I want to go back riding 我想骑车兜风 玩活 很重要吗 考点已会 做题全对 不可能你做事 来 带反过来说 你根本不会骑车兜风 你做啥呀 继续 恐怕不行 比如说啊 你跟我说个事 你说老师啊 跟我去逛街呗 我恐怕不行 我去不了 我哪有时间呢 我多忙呢 是吧 这是一个日常用语 I'm afraid not I'm afraid not ofread 形容词 位于b动词之后 你还可以写成 I'm afraid I can't 恐怕不行 也可以 I'm afraid I can't 恐怕不行 也可以 他们俩之间是 相等的 你把它看成一个 日常用语 啊 同学们 日常用语 你把它看成一个 日常用语 来 继续 下次再说吧 我今天没时间 下次再说吧 仍然是一个 日常用语 日常用语啊 大家用普通的语法 没法去理解它 你就记住 对于常见的日常用语 咱们需要背一下 maybe another time maybe 和谐 another time 也许下一次吧 那就是 下次再说吧 老师我请你吃饭 你去不去 没时间 maybe another time 下次再说吧 这次不 不行 下次吧 日常用语 把它背起来 啊 第445个考虑 我害怕老师 来同学们 害怕啥说呀 be afraid afraid 此性 形容词 和避动词一起 搭配使用 形容词 位于避动词之后 be afraid of 害怕 啊 注意 be afraid 接名词 代词 我们用的是 of 比如说 我怕狗 我怕我的老师 等等 如果接动词 用读影 为什么 因为借此 接动词用读影 你看 我害怕我的老师 吓人呐 骂人呐 真吓人呐 每个 每个孩子们都怕 帮助人 太吓人呐 太吓人呐 骂人呐 你说这老师 太吓人呐 来同学们 主委是谁 我 be afraid of 是一个词注 你把它看成 位于 我怕谁呀 我的老师啊 my teacher 你把它看成 一个词注 你让这个词注 联合作为语 I'm afraid of my teacher 我害怕 我的老师 能理解吧 这个可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446个考虑 我害怕出去 在晚上 多黑呀 吓人呐 那 be afraid 接动 是怎么办呢 接 to do something 可以 接 to do something 也可以 像上文 这个 接 of doing 都可以 你想 接 to do 也可以 你想 接 of doing 也可以 必须可以 都行 你看 我害怕 在晚上 出去 主语 be afraid of 可以吧 害怕什么呢 go out 出去 不在家 的意思 out 借词 画面 借度 go out 出去 就是不在家 out 不是outside outside 听好 表示的意思是户外 表示意思是户外 懂吗 同学们 大家一定要记住 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以说 outside 指的是户外 和室内对比 而out 就是不在家的意思 你还可以写成 I'm afraid to go out at night 也是可以的 be afraid to do 等于 be afraid of doing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 我非常害怕 在晚上出去 掌握这个用法 老师再强调一遍 be afraid 接动词 用to do 接名词 代词 动词 Ing 用of 一定要记住 如果考试出题 出害怕 就这么两个点 请同学们 一定要懂 一定要懂 啊 继续 往下走 你打算和谁去看电影 来同学们 第一个重点 去看电影咋说呀 打算是什么时代呀 考点一会 你做题才能对呀 来往下看 去看电影 go to the movies go to the movies 去看电影 这里面还要注意个事 在英语当中 go come live arrive 这几个词 都是表示 位置移动的 去呀 来呀 离开呀 到达呀 都表示 位置移动的词 表示 位置移动的词 习惯用 进行时 表将来 注意啊 表示 位置移动的词 习惯用 进行时 表将来 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所以你看 打算和谁去看电影呢 你看 特殊疑问句 特殊疑问词 加一般疑问句 老师刚说完 go这个词 习惯用 进行时 表将来 who are you going to 你看 进行时 表将来 be going 这不就进行时吗 to 去哪啊 go to the movies 这不辞主吗 那有人会说 老师 这不是将来时吗 不是啊 将来时是 be going to 在动旋行 给哪来动旋行 哪有动旋行啊 有的孩子们 竟然看不出来 这是进行时 他看到 be going to 就以为是将来时 那能对吗 你不得是 be going to 加动旋行吗 你哪有动旋行呢 没有动旋行 你就是进行时 表将来 who are you going to the movies 这个v子可千万别丢 你和谁去看电影 你这是就编语提问 你这个和丢能行吗 你看电影谁 是你和谁去看 和才被丢了啊 来继续 往下走 老师我不想进行时 老师我不想进行时表将来 我可不可以用真正的 一般将来时 will 加动旋行呢 可以啊 who will you go to the movies with 你要打算后来去看电影吗 也可以啊 进行时 表将来 以及 will 加动旋行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继续 下一个点 今天星期几了 同学们注意 询问星期几用 what day what day 所以 询问今天星期几 what day is it today what day is it today 这个it 可有 可无 有也行 没有也行 有呢 你就把它当主语 没有它呢 你就把today当主语 都行 那怎么答呢 it is 加星期几 别忘了 星期几的手这么大写 但是你们可千万不能再按了 我问你今天星期几 你用 it is 直接加星期几 那老师什么时候再按呢 送你们一句话啊 有事发生 有事发生 用戒词 无事发生 不用戒词 我就说今学星期一 我也没说啥事呢 但如果说 我在星期一 要上 数学课 诶 这个你就得加 按了 能理解吗 你比如说 现在八点了 我就不加接词啊 没事啊 我就说现在是八点了 来你们再看 那我在八点钟起床呢 诶 这个 我就得加戒词了 at it 有事发生 用戒词 无事发生 不用戒词 你看多重要啊 所以有人说 是啊 几点几分 一定用at 谁说的 谁告诉你几点几分 一定用at的 不可能的事情 明白了吗 同学们 多么重要啊 好好琢磨琢磨 都 几分